有一些新的财务计划可能开始存钱或者是买房投资 在小孩的教育方面会积极地鼓励和培养小孩的个性 同时也会花钱让小孩参加各类兴趣培训班 事业上有新的发展机遇 可以积极地去争取 摩羯座新月 木星开始在处女座逆行 新月与逆行的木星处于和谐包容的状态 并触动天明四分及凯隆 新月是职业发展组织架构传统学科等领域的新计划核心开始 但可能会带出自我才能 个人发展社会秩序及过往伤痛等议题 并会伴有强烈的生存危机 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也将是一个挑战 就一直在积极地向南 在这里明月間会计行的 夜市明正常推荐 电视频 事件 我会计计樱 市民 est